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六題 他說 如圖ABCD是一個矩形 然後ABDE是一個等腰梯形 換句話說 它就是一個等腰梯形 跟一個矩形疊在一起 這個等腰梯形的腰 跟這個矩形的這個寬子同一邊 疊在一起 如果A1等於5 上面這裡是5 然後B珠等於10 這B珠全部在這裡等於10 好 大家要求第一個AB這一段 換句話說 它就是求等腰梯形的腰 或者是矩形的這個寬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矩形的對角線會互相平分 而且等長 那因此其實在這個圖形裡面 有四段是一樣長 哪四段 就是這個AF會等於BF 會等於CF 會等於DF 這四段都一樣長 甚至於這四段都一樣長 我畫三點好了 稍微區隔一下 這四段都一樣長 甚至於這四段都一樣長以後 還會跟其他的一樣長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題目告訴我們這一段是10 那因為這兩段一樣長 所以這邊是5 這裡是5 B跟B株 因為它是T型的關係 所以它平行 緊接著下來 我發現你是5公分 我也是5公分 那我們就產生了一個 一雙對邊平行且相等的結構 那按照平行四邊形的判別性質 告訴我們說 如果說一個四邊形 一雙對邊平行且相等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所以它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既然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這個跟這個也平行啦 那這個跟這個平行以外 那這裡也是5 那因此這邊跟它相等 所以也是5 那所以這裡就是一個 不光只是平行四邊形 它還是一個零形 因為它四邊都等得長 那題目要求的AB在哪裡 AB在這邊 那它剛好是等於要T型的這一個L 那它另外一個L是5的話 所以這一個L也是5 因此我們就算出來說 AB會等於5 因為 第一個嘛 它這個互相平分 所以每一段都是5 那這裡又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的結構 所以這裡是5的話 對面是5 那它是等於要T型 所以這裡是5 這邊也是5 這樣就做出來 第一個AB了 那簡介下來 它要求T型AB-1的面積 那T型的面積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那上底是A1是5 下底是10 沒有問題 高在哪裡 我們從這邊做垂線下來 高在這邊 那這個高我們要算出來 才有辦法算T型的面積啊 那這個高是什麼東西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啊 它事實上是一個正三角形 為什麼 因為這都555嘛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邊長為5的正三角形 那高在哪裡 高其實就是這個正三角形的高 那我們都知道啊 正三角形啊 它會構成 左邊的這個啊 會構成一個30 60 90的直角三角形 它的邊長比是1比2比 更號3嘛 那兩等份的是5 那代表一等份是2分之5 那一等份如果是2分之5的話 更號3等份就是2分之5更號3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高是2分之5更號3 因此我算它面積的時候 就可以用上底加上下底是10 然後乘以高 高是2分之5更號3 2分之5更號3 除以2就相當於乘以2分之1 好 5加10啊 就是15 然後乘以2分之5更號3 再乘以2分之1 好 分母乘起來224 分子乘起來15乘以5就是75 然後更號3照超 所以答案算出來它的面積就是 4分之75更號3 那在算面積這個地方 你只要特別注意 就是它是一個正三角形內部的高 然後利用1比2比更號3 去把這個高給求出來 這一題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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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